彤恰恰、李羅、新竹縣議長、五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李錫坤 都來到新竹為五黨籍的市長候選人謝文進站台 現場湧入超過一萬五千名支持民眾 李錫坤更提出新竹市的夜間經濟發展 期望與謝文進一起讓未來更好 你們如果去過舊金山 你們知道嗎 舊金山整個賺錢的地方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漁人碼頭 在金門大橋旁邊的海邊 謝文進市長如果當選以後 我跟他我們要共同努力 我要把我很多我所知道的 我要貢獻給他 我們希望在謝文進市長的領導之下 把南寮變成24小時都有我們的新竹市民 都有我們的科學園區 我那些學生下班以後 也都有觀光客 要到南寮漁港來海邊看 看夜景 謝文進與新民意問政聯盟的議員們 進場時活動達到高潮 謝文進也親自肯脫鄉親大力支持 表示未來當選後不僅增加育兒津貼 長輩的福利更不會少 有個第一月的日子 我爺爺鄉親自一日子 當選我們後一年的市長 我 要做真正真正的事 我們的重陽敬老金 重陽敬老金 我都當選了 我一定的 選擇一千 到三千 大家鼓勵喔 好 現在我們大家都瞭解 年輕人不愛心 因為他跟天府當大 結婚之後 都不想要新孩子 所以已經產生了危機 而且是國家的危機 人口已經老化 已經我們的社會已經少子化了 所以 我們目前心不是只有 花旷一台一萬五 在我當選以後 要 花旷一倍 到達三萬 大家說 好不好 好 終於進來用金啊 今年11月24號 新竹市長 議員 里長 三合一選舉 進入最後倒數四十多天 各黨派候選人不斷端出牛肉 透過政策搶攻各年齡選民手中最寶貴的一票 海波新竹承諾依侯採訪報道 海波新竹承諾依侯採訪報道 同樣 大家 多謝 只會